是 你又跟董事长吵架了吗 你约我出来就是为了问这个 董事长跟我说 你要去大连开服装公司 怎么了 你想劝我留下来 不是 只是 可是 他怪我都不了解你的事情 其实应该怪我 我们交流太少了 我这次去大连开服装公司 并不是为了我自己 我只是想替上一代人 没受伤的人做点什么 那他知道吗 我不知道该怎么对我妈讲 其实 自从我爸离开陆依依他们母子之后 他们的日子过得并不好 我只是想 用我的能力 为他们母子做点什么 你这样想很好啊 不管上一代有多少恩怨 但经过这么长时间 你应该释怀了吗 可是这对于我妈来讲 是耻辱 是恨 是她一辈子都不能忘记的 但是我现在很担心 我担心陆依不肯接受我的帮助 我不知道我该做什么 我是真想 真想用我自己的能量 去化解仇恨 弥补她 只要你是真心诚意的 我相信 总有一天他们一定会明白 如果你认为是对的事情 那你就勇敢去做啊 我 会在精神上支持你的 你现在越来越有女朋友的样子 但是好像不太称职 那 怎么样才算是一个称职的女朋友啊 把眼睛闭上 把眼睛闭上 干嘛 闭上 怎么 你觉得这一切都是我妈安排的 所以你们愿意对不对 我 我不是那个意思啊 跟你交往是因为我喜欢你 不以为别的 你呢 人家 就不得了 你呢 他可以 我 我 你呢 你呢